这当美国跟日本在大秀他们的海上实力的同时 作为美国长期以来最忠实友邦的英国 似乎有别有想法 这个信息他们是迎来了一位最重要的外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而且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 接待的规模跟形式 似乎连英国的媒体都有一点过意不去 认为英国似乎太刻意巴结这位来自中国的客人 给予太好太好的待遇 甚至有人用磕头外交来形容 不过中国媒体则形容 这是双方百年关系来最好的一次黄金时代 不管你怎么看 装从这次双方所签订的多达60多项贸易协定 高达4000亿人民币的数字来看 你可以知道 这位贵客是多么的娇贵跟多么的重要 看看习近平此行 你可以了解英国人是多么懂得现实 去迎接新的友谊关系 就在这天英国街头不走英伦风 而是飘起浓浓中国味 热闹欢腾气氛不雅于中国人迎接农历新年 在白晶汉宫前的文明大道 大批草包聚集夹道欢迎他们的习主席 跟伊丽莎白女王夫妇一同乘坐黄家黄金马车 在接兵队的护送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首次英国的国事访问 特别用中国国歌迎接习近平到来 四天行程说英国高规格接待 不如说连大英定国也罕见的放低姿态 黄家级礼遇 黄家纪兵交约场上由飞尼古亲王亲自陪同 立着习近平检阅英国黄家礼仗队 英国更实无情力 施放103响礼炮 赶赶 明放礼炮是英国迎兵的隆重礼节 一般来说国际惯例 礼炮的最高等级是21响 在2011年欧巴马访英国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就曾以41响礼炮欢迎 原来为了对英国王室表示尊重 只要活动和王室相关 21响之外都再追加20响礼炮 至于这回习近平访英 除了黄家公园的41响 还在伦敦塔桥多名放了41响 至上最高敬意 接着再多加21响献给伦敦市民 于是总共103响 给足习近平面子 你参加了一段时间 这些不超级的年 与中国和共同的一段时间 在这些不超级的年 与中国和共同的一段时间 贵客上门欢迎宴会 当然也马虎不得 170多名宾客聚集在白金汉宫 而这也是凯特王妃第一次参加国宴 特意穿上中国象征喜气的红色 头戴女王钟爱的皇冠陪坐主桌 典雅风范相当强烈 在国宴缺席的查尔森王子夫妇 也特别与习近平单独会面 坐下来闲话家常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就在女王的白金汉宫住了两天 第二天的兰卡斯特宫 再由威廉王子夫妇陪同参观 皇室重要成员都来接见习近平 而且不止皇室总动员 英国首相更以定主之资 接棒招待 两国四天交流的经济重头戏 正式登场 共同开启持久开放 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 中国的红搭上英国的蓝 创造出习近平口中的黄金时代 两国中央银行将双边本币互换规模 从2000亿提高到3500亿人民币 为两国人民乃至世界 带来更多的福祉 一开口数字一圆起跳 英国竭力展现诚意 勃感情当麻吉 习近平这一趟带来大约台币 1.5兆元大礼 中英签署数百亿英镑的贸易协议 西方媒体甚至形容 英国政府为了迎接中国财生爷 纷纷弯下腰来 更把此行双神事叩头外交 但不可会言 英国的用性安排和规格 比起上个月 习近平访问美国的画面 显然更加热络 卡麦隆还接见习近平 到首相相间的别墅 距离伦敦约60公里远的 庆赫兹大庄园 他们在这座庄园里头散步 卡麦隆边走边为习近平介绍 庄园内的风景和城市 这座建于12世纪的庄园 被所有者捐了出来 成为首相招待所 卡麦隆和习近平都不打领带 刻意轻松 他跟带习近平到庄园附近的酒吧 该一杯 小小酒吧突然迎来两位元首 真是惊喜 两个人除了品尝道地的英格兰黑啤酒 卡麦隆还点了英国传统点心 炸鱼和薯条极尽地主之仪 隔天卡麦隆还带着习近平 到英国的足球城曼彻斯特 在风光的四天英国行 也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英国外交部接见习近平的场地 背后竟然被发现是一间厕所 而陪着丈夫出访的夫人彭丽媛 大衣套装态度落落大方 却也在伦敦市场欢迎晚宴上被拍到 脸上出现不均匀的白色粉末 额头脸颊甚至鼻子上都有 不过根据分析 这应该是让皮肤看起来光滑的细粉 在强光下就会产生着泛白景象 这趟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英国大阵仗张开双臂拥抱习近平 和中国的经济合作 估计能创造英国四千多个工作机会 靠拢中国似乎成了大势所趋 也让曾经日不落的大英帝国 不得不低头可携